大家新年好 这是我们新年的第一期市场简报 我也期待着跟大家分享 2022年会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故事 纽约市的市场去年到年底的时候 有节奏放缓 从3月到10月 我们的交易量一直很高 交易的速度也很快 但是市场的价格是在缓慢的上升 这一波我们纽约市的市场上升 没有像美国其他的市场来得那么快 前两天我有一个另外一个broker 他打电话给我说 说他的客人有一个客人 在疫情前期从纽约市搬到了郊区 那两年以后的今天呢 他们有一点想要搬回来 所以他们想要来打电话 看看我们在布鲁克林迈的一个连排别墅 所以这个大辩论 关于疫情是否会改变纽约市 作为一个大城市来说会不会改变 还是在继续中 那最近有另外一个大的话题呢 是持续上升的利率 那个利率究竟会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当然了 无可否认 上升的利率会对某些买家来说呢 这个每个月的还贷的价格会变得更高 所以这些买家可能就会放缓购买的速度 但是呢 市场价格上升或下降 是有很多的因素造成的 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 是supply and demand 是吧 是供需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市场现在是供给量不足 供小于求 所以只要这个供小于求的这个情况继续存在 我们纽约市的市场的价格还是会持续上升 那谢谢大家收看这个月的市场简报 我们下个月再见